跟著台積電慈善基金會董事長張淑芬 一同到花蓮勘哉慰問的 是台積電廠務副總莊子壽 傳說5月他將親自坐鎮 美國亞利桑大廠 台積電美國補助金額出爐後 9號市場似乎視為利多 讓護國神山股價突破800元大關 但卻形成另類隱憂 看看台股市值 台積電占比就超過三成 彷彿是一個人的武林 只是如果台積電連續三個月內 超過45個交易日 台股全中占比都超過三成 美國境內的散戶和法人 就會被禁止再交易台紙期 也就是針對台股大盤未來價格 進行交易的台股指數期貨 在2021年4月也曾經發生過 那當時台股被列入載機指數之後 直到後來聯準會暴力升息之後 那才從高點再往下跌 那直到了2022年9月 因為跌到了400塊之下 那後來是被解禁的 回顧今年股市狀況 2月15號金融年開紅盤後 台積電已經有31個交易日 占台股全中都超過三成 說不定四月底 宅機指數就會成了台紙期的緊箍咒 不過儘管會正規局強調 台灣期貨市場的美系投資人不多 以去年來說只占0.7% 影響不大 九成外資交易人 來自新加坡 香港和英國 就算未來台紙期真的陷入載機指數期貨 美系投資法人也能透過集團旗下 他國身分交易 但也不難看出 神山威猛漲勢 如何牽動全球股市 華視新聞黃澳天蘇允寬 台北報導